老大叔让我来体验一把最新的Beatle City 我还记得这车越野时那硬派的身姿 一枉无全的勇气 想想也是刺激 这还是我记忆中的Beatle 40吗 这不就现今最流行的方盒子越野车 不得不说这是最新的Beatle 40城市猎人版的外观风格 改的基本上是没几个人认识出 不过确实显得更城市反 全新的Beatle 40当初定型时 分为城市猎人和刀锋英雄两条道路进行发展 城市猎人版主攻朝刀锋英雄版的主素衣 来我们今天主要讲一下都市范儿的城市猎人版 这Beatle系列以满相承的情感硬核设计语言 融入了新时代的潮流元素后 形成了全新的Beatle 40独有的味道 你们看这自信挺拔的车身 一朗的线条传递出了坚毅的精神气质 再看这五雀星黄的前脸为Beatle家族DNA增加了新的注解 这华让式的隔山单的旗帜飞扬尾灯等灯组设计 让硬汉也有了个性表达 还有这硬排SUV中独有的无垢车门 连长瞩目的焦点 车色独特的D型框 源自于情感硬核方圆结合的基础图形 让全新的Beatle 40更具辨识度 同时在形式上与五雀星环遥相呼吟具有强烈的识别度 而且便捷拆解的设计为后续的改装提供了可能性 再来说一下上下分体式尾门 这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场景打造 让车主在任何位置时都自定义 现为灵活满足各种需求 无论是在紧奏的城市停车场还是在户外的野外活动中 都带来了便捷的实用性 所有这一切让全新的Beatle 40 在原来优业精英的基础上变得更加豪华 更加时尚被官方定义为是朝野大单品 我反正觉得它就像是个方盒子 你们觉得呢?来评论区谈一波 大家其实都知道在坦克300出来之前 20万级左右的硬派越野车只有Beatle 40和其他两大类 但是坦克300凭硬派的性能和主流水准的内饰异军突行 必成为20万级硬派越野车的直扭而整 可能是受到了坦克300的启发 全新的Beatle 40 城市猎人版在车内装饰上下足了功夫和血本 来看这个舒想的豪华主驾座椅 具有12个方向的调节功能 包括座椅的高低前后左右以及座椅的角度等 可以让驾驶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驾驶姿势 从而减少长时间驾驶带来的疲劳感 前排50万无线快充车内共8个电源 最高400瓦大功率逆变气等配置 只能刷凑合能用 照明点灯吹个风扇 但是想在野外吃火锅那还是不可以的 主驾座椅可以提供8个不同档位的按摩力度 帮助驾驶者缓解长时间驾驶带来的背部和腰部的疲劳感 同时提高驾驶的舒适度 再来看一下女王尊享夫驾 通过座椅的特殊设计和调节 乘客可以感受一种类似于零重力状态下的悬浮感 减少长时间乘坐带来的身体疲劳 坐垫加靠背都有双向通风功能 可以让空气在座椅内部更加流通 从而更好地将热量散发出去 有效地提高座椅的透气性 让驾驶者和乘客在长时间行驶中 保持更加舒适和干爽的乘坐环境 以前我们都说 硬拍越野车的噪音大 这次全新的BG40 重视力人版采用了高强度材料和科学的结构设计 以减少了车身震动和噪音的产生 同时车辆的内饰也采用了新材料 例如像地毯顶棚和座椅等处 以吸收车内的噪音和震动 能够有效地减少外部和内部噪音的干扰 全新的BG40全面换新的智能化配置 让潮玩生活更加从容 由双联屏夜间仪表流媒体后视镜 独创的屏幕启动键 BG40重视力人版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155旗舰级芯片 这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主流硬件配置 能够为车辆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 最关键的是它融入了华为商态 驾驶者可以在车内轻松使用华为手机平板等设备 实现更加便捷的驾驶体验 至于在智能AI语音方面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连续输出120秒的指定功能 北京北京 打开蓝牙 打开空调 打开车窗 打开天窗 驾驶可以在自己的屏幕上选择导航音乐或者其他信息 然后通过手势将内容飞到副驾驶屏幕 以方便副驾驶查看或操作提高了驾驶员与乘客之间的便捷性 有之于提升驾驶安全性 专专业的越野人士普遍认为 无大量的越野车不是纯正的越野车 这款全新的B高40城市猎人版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 车架车身分离 依靠了玄制连接 梯形结构车架左右双纵梁加八横梁 有了这些架子扛冲击扛颠崩能力强震动过滤功能好 更好的适应了恶劣的路况 并且保护车身 这才是真正的硬派 全新的B高40城市版越野接近角呢37度 离去角呢35度 纵向通过角呢27度 涉水深度呢是750毫米 最小的离地间隙呢是230毫米 远超同局数据 反而就一个字牛 爬斗坡呢不可前杠 下斗坡呢不一颗后杆 过驼峰和拱桥呢不一颗底盘 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啊 崇山峻里都被征服为最美的风景 说实话如果你买B高系列不改装啊 那你还不如不买 全新的B高40具有7种改装预留和4种快拆设计 为用户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这些设计呢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 进行灵活的调整和更换 从而增强了车辆的实用性和个性化 全新B高40城市猎人版具备卓越的拖车能力 其手创性的配备了拖挂式房车 让驾驶者和乘客在极致冒险中呢 也能享受到温馨舒适的住宿条件 这就是当下最流行的露营思想要在外面的世界 悄然建立我们的家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